之前Vivian你有介紹到配劍是跟別人打仗有關的 看來劍擊已經很久歷史了 對,由1898年第一屆奧運已經有劍擊 所以劍擊是一個很傳統的奧運項目 真是很厲害,那我們今天學習公布了 好啊! 我最喜歡做公布的了 不過做公布之前我們就要warm up 我們今天會做single leg RDL 我們劍擊除了四頭肌很重要 我們的國乘肌腿也很重要 這個RDL就可以練到 首先就單腳站 覺得穩陣之後慢慢下 就成90度和腳 撐住可以撐住3秒或者20秒或者45秒 之後再上回來 每邊做10下,然後轉腳 好,我們現在來到做公布的環節了 我們又是實踐姿勢先 這樣吧 我做了,你們做右腳 我做了一腳 好,嗯 之後呢 就是剛才我們步伐不是一開始這樣的 我們可以先停下來 之後呢,就踢 哇,你們做得很好啊! 你們做得很好啊! 然後呢,停下來 哎呀,你們不要跟著我回來 你們 停下來 停下來 停下來,要90度 你看你們做得過了一點點了 90度才是最好 最保護到的膝蓋 停10秒 嗯,放鬆肩膊 嗯,嗯,挺漂亮 然後呢,就收回 後腳要用力的 前腳又要扔回去 跟著回去 這個實踐姿勢 那就是一個公布了 好,我們現在cull down了 為了配合這個公布的主題呢 我們的cull down都會繼續 好像公布那樣 那呢,就 就這樣跪著在這裡 之後一隻腳在前面 那又是 那就可以過90度了 那你就看看你可以 去到幾前 就會拉到這個寬關節啊 還有 還要拉到哪裡啊 這裡 四頭肌啊 啊,還有可以 後面那隻腳呢 拉上來 這樣 這個 這個有點痛 哈哈 這個 做不到不要緊的 有一天就會做到的了 然後就這樣拉 那你就會感覺到四頭肌 這裡一直都是扯著的 那可以hold 10秒 然後再轉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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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on 你今天就學了公布了 那其實公布呢 在整個套路裡面 什麼時候才會用呢 嗯 我們比賽那時候呢 節奏和時機很重要的 那我們呢 一路刺之前呢 都會很多前前後後 前前後後 然後覺得時機適合了 你想進攻的時候 就會選擇用公布 或者有其他東西的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得學了 嗯 那我們明天呢 就會將我們過去幾天 學到的所有技巧 融合在一起 就正式可以開始格鬥了 對啦 那我們明天見啦 好耶 明天見